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我现在在老挝 今天来到了老挝一个朋友家的村子里面 他们现在正在玩这个老挝男人的游戏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铁球有点类似于小的那种千球 一个没有太重 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他的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我来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样才算赢呢 他有一个基准球 那个小球是基准球 应该是看谁离的这个小球最近 面粉都来盖瓜子里吧 现在规则基本上弄明白了 就是和我们小球玩的差不多 这个铁球呢 谁离这个基准球最近 谁就是赢家了 每人有几个球 每人应该是三颗球他们 看他们这个挺好玩的 跟我们小球玩的非常像啊 我也来跟他们玩一局 先来学一下他们的发球的姿势 这一个郊圈 老挝男人的快乐 这是 转转 是 这一个四个 你贡认的那就是 没想到我手气这么好一下 赢了6000老币 再来一局 他这个就和我们小说玩的那个小弹珠 非常的相似 就是你扔到那个基准球的 最近的那个算是你是赢家 大家朋友们参观一下他的家吧 这个就是他的家 在老挝算是比较不错的条件了 砖瓦房 面积挺大 这个是他家的院子 就在这个马路旁边 那个是老挝的斗鸡 他们男人们玩的最多的 吊床啊 每家都有的 这个大树上面呢是一个休息的良情 这个在老挝的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是必备的院子里面的这个休息的良情 他家的小闺女正在上面玩手机 拜拜 拜拜 在老挝这边农村里面几乎是很少有室内厨房的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像这样织一口锅 然后拿这个炉子呢 上面就是煮这个吃的东西 他们在摘这个 草药吧 在老挝他们说是一种草药的叶子 是可以直接煮来吃的 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说老挝这里呢 他们物产非常的丰富 平时如果不去干活呢 在家里面也饿不死 他们吃的东西呢也都非常的简单 凡是能够吃的他都可以吃 没有那么挑食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先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要继续和他们去玩两局 喜欢店长视频的朋友呢 记得帮店长点个赞关注转发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